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的视频 大家知道做自媒体其中一个比较头疼的事就是缺少素材 缺少话题 那么今天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经典子 我想到了一个系列性的节目 这个节目的名字我暂定为脸谱看世界 一听到看世界三个字 很多朋友就想到了 说你是不是打算分享一下 你过往去过的那些国家经历过的那些人和事 没错 差不多 因为这两年大家知道因为疫情 国与国之间的人缘的交往比较困难 那么也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 每一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我们都要出差 主要就是出国 我个人也是去了不少国家 所以我今天搬的手指都算了一下 如果说能够和大家聊得上话的 素材比较多的 我的体会比较深的 可能没有十几个也有八九个了 因此我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内容整理一下 对吧 然后汇总一下 借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下 同时我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回忆 自己的记忆 否则很多事情时间长了 就容易淡忘 那样的话有点可惜 那么今天作为我们脸谱看世界的第一期 中间我再插播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的风格 力图轻松 愉快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干货 如果你没去过的话就最好 当然我也相信 我的粉丝们 很多人比我见多识广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 这个见识的东西也比我多 如果说您觉得我哪说都不对 您就呵呵一乐 就过去就算了 甭抬杠 只要抬杠就是您赢 好不好 因为这些我以下说的话 也就是我个人的体会 个人的亲身体会 说白了就是我眼中的印度 也未必就是你眼中的印度 所谓的千人千面 没有必须要抬杠 好不好 就当是讲故事了 您就当是听说书的了 好 咱们书归正文 今天第一集 我们聊印度 好吧 印度这个国家有意思 我之前在我这个频道当中 不是做了几个东京奥运会的节目吗 其中有一期就是 聊印度 当然那期也是 那期也是以调侃为主 大家的反应挺热烈 发现很多朋友 对印度这个国家蛮感兴趣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次 就给印度算了 好不好 印度作为我们的近邻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 再加上印度就是个大国 历史悠久 复原辽阔 民族众多 人口也是仅次于中国 像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一集肯定是聊不完 我目前的初步规划 是用几集来聊印度 其中包括意识住行 分几个方面 今天我们就先聊一下行 行 所谓行 我这里主要指的是交通 一提到印度交通 我不知道诸位 头脑当中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 这种画面 今天我们聊的交通 我们先聊一聊印度的火车 一提到印度火车四个字 头脑当中肯定又很多画面开始涌现出来了 是吧 要不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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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其实我在去体验印度火车之前 我对印度火车的印象跟大家差不多 也是人山人海 站在车顶上 拔着车窗 但是每个人好像表情的蛮轻松和愉快的 说一下背景 2019年我最后一次去印度 当时我人在心得里 出完差 工作之余 我们也想在周围放松一下 逛一逛 我查了一下 距离新德里比较近的一个旅游景点 大概是200多公里之外的太极陵 提到太极陵 我相信大家又是不会陌生了 因为我们中学课本里 历史课和地理课里边都介绍到了太极陵 也是印度的骄傲 也是世界几大奇迹之一 所以一看 机会难得 去一趟吧 本来我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以选择 更舒适的方式可以去 但是我也想算了 也是 来印度一趟也不容易 坐一趟印度火车 看看印度火车是不是我们头脑当中的那样的形象 这样的话我们就直奔车站 到了车站先买票 首先说一下车站 车站外观 你看起来其实 没什么大毛病 但你要说规模 现代化程度 那肯定跟这个叫什么 我们的北京站 上海站 这个还是相距甚远 但是基本上也能看得出来像个车站 进去之后买票 买完票 我一看在价 当时我就觉得 点赞 为什么 便宜 价格接地气 两三百公里 要坐好几个小时车 人民币也才需要26块钱 便宜吧 当然我们必须客观的说 印度人的平均工资确实也不高 但是我们买起来便宜 我们感受挺好 进到车站里面 上了月台 首先我就发现 人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多 但不管怎么样 发现印度朋友有一个习惯 就是习惯躺着 我也不知道躺平躺平 是不是从印度传过来的 不光是在车站 如果说你去过印度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朋友都喜欢躺着 晒太阳 或者睡觉 是吧 搁哪躺哪 我觉得生活也蛮惬意的 不光是印度的人喜欢躺着 印度很多的小动物 也是喜欢躺平 尤其是什么 尤其是在印度大街小巷的狗 包括在车站 见到好多条狗 都是在躺着 似乎在印度 看到活蹦乱跳的 正在奔跑的 这种状态下的狗不多 80%以上都是在躺着 可能也是因为当地可能平常的气候比较炎热 再加上可能生活节奏慢 人的生活节奏慢 狗的生活节奏也慢 大家集体躺平 是吧 集体晒太阳 集体睡觉 觉得也是蛮有意思 因此在车站也看到了不少躺平的狗 在等待列车进站之前 我就发现印度火车有一个特点 什么呢 就是没门 没有门 反正我们当时定的火车是没门 没门没窗户 窗户有那种拿钢筋一格一格 就跟它防盗似的 防盗网似的 搞的那玩意儿 没有玻璃 门是真没有 另外车厢里边好多吊环 如果说我们经常搭公交车 或者地铁的话 你知道 那个吊环是经常不是出现在 那样的交通工具当中 印度的火车里边是很多吊环 可见 这个印度火车应该是平常是能 搭载很多人的 在一些关键的时刻 只不过 我们去的那天 不是它的高峰期 大家注意 印度的火车 人家也是分高峰期 和正常时间的 不是 是吧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一直是处在那个状态 那样的话 我估计火车 铁道都受不了 再加上我们那天去景点 是工作日 去工作日 本身人就少 那么等车来了 车来之后 发现又有一个比较搞笑的事 就是因为没门 再加上车又慢 进到月台之后 它又要减速 很多印度朋友 直接就跳车了 知道吧 铁道游击队 我觉得在印度 也是挺盛行 为啥呢 没门 车开的又慢 随时上 随时下 也没人检票 你随便 随便 你随便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生活的挺惬意 生活的也挺自由 上车之后 当时我们记得 还是买的是个卧铺车厢 因为我们为了 真的很担心 上去之后 真的会出现那样的场景 尽管我们也挺期待 但是我们觉得 好像压力比较大 还是提前过渡一下吧 先买个卧铺车厢吧 但你发现卧铺车厢 卧铺基本上 一张床上都能坐个四五个人 你根本躺不了 你买那个座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卖的 说是26块钱挺便宜 我也不知道 它是卖了一个座位 还是按一张床卖的 当时我也有点懵逼 不管怎么样 反正总体来讲 车厢的人也不算多 跟我们头脑当中的 网上的那种场景 还是有落差的 还是能坐得开 还行 只不过是味道有那么一丢丢 味道有一丢丢 在整个行进过程当中 有几个跟中国火车 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还是有很多乞讨的人 一节车厢 一节车厢挨着 跟大家乞讨 有一些老弱病残 有一些小朋友 但是像小朋友的 我就见过 就是擦鞋 基本上是不站着走路 就跪着 从这个车厢 一路跪到下个车厢 每个人到每个人的脚下都问你 非常谦卑 也非常的可怜的看着你 就捧着你的脚 捧着你的鞋 问要不要擦鞋 价格我不记得了 好像也是五卢比 十卢比这样子 应该不超过二十五比 大家知道人民币和卢比之间的 汇率是一比十 所以说十卢比就相当于一块钱 二十卢比就相当于两块钱 知道吧 所以当时我也是 我说别擦了 我给你一个二十五卢比算了 我看你确实挺可怜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 我在火车上还碰到一个寡妇 寡妇 就是手里拿着一叠卡片 你也不能叫卡片 就算是A4纸 才开 一张一张的 递给你 一个座位 一张床递给你 一张床还不是坐到四五个人吗 大家轮流的看 上面写什么 人家还是双语 上面是英文 下面是印度语 因为英语也是印度的官方语言 下面是他们当地的印度语 大概意思就是 她是一个寡妇 她有一个年轻的 或者说年幼的小姑娘 那么母亲 养育孩子 现在遇到了经济困难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 她的目标就是将来 她能希望能活到 就看到她女儿出嫁的那天 作为一个母亲 大家可以给她捐五十二十三十 反正说白了 就是一分不嫌少 是吧 一百不嫌多 多多益善 另外的话 她也接受 说大家可以捐一些衣服 或者一些东西 都接受 而且她这个纸条上 还特别贴心的 跟大家提醒 说你看完这个之后 你再还给我 说白了 这个东西 我要重复利用 所以看上去之后 我觉得确实挺心酸 咱们不是印度人 就作为一个中国人 看到印度老百姓 平常 这种底层人民 生活的这种日子 确实不容易 但是我相信 在我们国内 火车上 已经很难看到了 我记得在列车上 看到要饭 我记得还是15 还是20年前的事了 在北京地铁上 好多年前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 是有老人煮个拐棍 拿着一个碗 给大家乞讨的 但是好多年都没有出现过 这种情况了 所以证明 其实印度很多底层老百姓 过着日子过得并不容易 挺艰辛的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车 在经过一个小站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人下 也没有什么人上 但是他那例行 他要停 停靠个五分钟 十分钟 我就发现 那个站 好多猴子 人不多 猴子好多 七八十只 没准上百只都有 男女老少 都有 干嘛呢 就等着列车停了之后 有人下去 帮他开水管 因为有个水管 他们可能也是 就近这些猴子 定期过来 从这儿饮水 印度热吗 大家知道 我发现有一些乘客 可能就是有经验 一看 火车停了 那么我看到有个男的 就静止下去 那还不是铁道人员 那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看穿戴 下去之后 就给他把水管打开 就看猴子 就在水池排着队 在那喝水 这个场景 看上去也挺有意思 起码从这个场景 能看得出来 印度人跟当地的一些动物 生活的其实也算是挺和谐 有钱没钱 放一边 起码大家能够和谐相处 也是个好事 也是个好事 总体来讲 印度火车 你要说从硬件上 跟中国火车 没法比 那差太远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 印度铁路成立于1853年 中国铁路成立于1876年 所以说你一听这个 你发现印度铁路成立的 比中国铁路还早了将近20年 但你发现 为什么印度现在发展这么慢 这个起点你比中国算是高 因为那时候印度还是英国殖民地 对不对 那么印度的铁道里程 跟中国也差不多 它是12.2万公里 中国是12.7万公里 但大家知道 中国的国土面积可比印度大不少 就证明印度铁路的网络 还是比较密集的 但是它的电气化程度 比中国差了好几倍 说白的就是这种先进程度 硬件这种差距还是不小的 另外就是列车上的服务 没服务 我都说了 没有列车员 你像我们国内 甭管做哪个档次的列车 是吧都有列车员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是吧 有什么事你可以随时问 如果说你坐高铁的话 服务就更好了 对吧 吃的喝的玩的乐的 什么都有 但是印度这个火车 确实啥都没有 唯一跟现在这个社会 稍微接近一点的硬件装备 就是电源插头 就是你在一个座位 大概几个人 还能平均分一个充电的地方 也就是这样了 当然还有电扇 头顶还有电扇 所以基本上 在印度坐火车 跟在中国中国坐火车 这个体验感还是差距巨大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 做这期节目 就是要奚落人家 是吧 就看不起人家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把我的体验 和我的感受 真实的分享给大家 我也相信 随着印度经济不断的发展 科技不断的进步 是吧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它的 无论是列车也好了 无论是其他的这些 硬件的设施也好 它也会逐渐完善的 我们也希望它越来越好 对了 突然忘了 最后我要说一下 印度目前的最快的列车 运营的速度是180公里 中国目前的运营的 在运营当中的列车 最快的速度是400公里 所以你看 180和400 中间又差了好几倍 这个就足以证明 无论是印度的列车 车头 车厢的硬件装备 还是它的整块铁轨 都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的 所以印度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如果你想解决自己老百姓出行难的问题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好了 我们今天第一集连谱看世界 印度片当中的第一集 印度行当中的上级 印度火车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明镜与点点栏目